远东百货花联店红钱文化物产嘉年华 从即日起盛大登场了 民众不用出国就可以买到日本当地的经典热销商品 不管是有如巴掌大的世界一苹果 还是日本道地小吃全部都应有尽有品项超多元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前往远东百货花联店的地下一楼参观采购 迈入第12年的日本青森县红钱市文化物产嘉年华活动 28号下午在远东百货花联店地下一楼盛大登场 这次除了有苹果商品之外 还有许多零嘴小点 其中一个邀请日本道地小吃进驻 现场制作鸡肉串 玉子烧烧团子等等 满满摊味 不管吃得用的 全都应有尽有 我们这次红钱的苹果 总共至少超过15种 那我们精挑细选 其中的两种 这是来回馈我们的花莲香芯 因为在过往 我们世界一的 红钱的苹果 在我们的第三天 展期的第三天 就几乎是已经卖完了 我相信 然后7天以后 几乎所有的红钱苹果全部卖完了 那我们这次集中在世界一 采购量是过去的三倍 希望能够满足花莲香芯 这是对于世界一 这一款苹果的需求 红钱展从即日起 一直到明年1月14号 活动期间 民众只要用APP 在圆摆全罐 消费买2000元 就有机会拿到 限量300份的活动抵用券 而在12月28号到31号 一连四天 更推出在红钱展 单笔消费满999元 即可兑换阳光富士苹果乙科 每日限量25颗 送完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远东百货 华联店脸书 粉丝专页查询 记者 徐丽晴 华联士报导